騙人買雷曼產品,中銀兩個女職員被捕 分別38歲和51歲的中銀女職員 昨天在油麻地和荃灣被警方拘捕 再帶回灣仔警察總部調查 其後割准以5000元保釋,下個月中再向警方報道 警方說,兩個人涉嫌在05至08年期間 誤到或有時最少8個客戶購買雷曼結構性產品 涉及總金額大約350萬 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希就說妄顧實情地有使他人投資 最高可以判罰款100萬和入獄7年 中銀一直是雷曼虎主的追討對峻 有虎主批評警方只懂得拉示威的虎主 要起訴就起訴,不應該再手軟 前線當然有罪,但是後面的管理層 銀行為何會沒有罪? 打烏鷹老虎就不敢抓 議員也質疑警方拖延執法 等到更多虎主接受和解和回購方案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多幾宗 有很多人真的覺得我是被騙的 那如果你騙我,我認為你接受6成7成而已 中銀就說會配合警方的調查 如果發現員工不法銷售,會嚴肅處理 今次是第二宗雷曼刑事個案 一月大新銀行一個女職員 因為涉嫌藝務客人的簽名 購買雷曼產品被捕 案件在下個月開審 続下 發封 發封 效果 發封 發封 感谢观看